Panasonic CM1 你看牠是什麼小朋友咧? 萊卡 你看牠是什麼? 最重要嗎? 不是喔 不好意思 牠是一台手機啊 是全世界第一台單眼手機嗎? 也不知道 但是很厲害 牠這個是 怎麼講 做的一個即向相機的手機 那麼這樣子用四個用法 但是 回去會建議你還是把它轉正 因為牠是太多案件了 回去要克服 很簡單 牠的裡頭膠條 把它撕下來之後剪掉 躲開這些案件就OK了 就OK了 好不好 那麼可以在這個塑形一下 好 今天主要的講解是這個東西 好 這個燈 好 這個燈呢 多段的 很多段 很多段 好 現在有一個問題來了 補在這個位置 是似乎呢 太低 但是距離大概一米多是無所謂 但是距離在一米內 這個光線就太過底光了 太過底光了 怎麼辦呢 來教大家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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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有沒有看到 這個光線就對了 你就只能 這個方式 近距離的話 這個光線 由上至下 中間的位置往下打 光會比較舒服一些 對 那麼多亮呢 看一下 爆了嗎 阿唱 還沒 還沒爆 這樣就爆了嗎 對 這樣就爆了 爆了 所以說光線的部分呢 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進行拍攝 那因為客人是要旅行 盡量簡單 所以就沒有弄那個天霸翁那些大隻啦 你如果說比較 麻煩參考一下今天的介紹 今天的臉書有一個影片呢 是天霸翁的 真大隻 你要多大隻都可以 比頭還大的登都可以抓 那麼這個是簡約的 客人剛好需要這樣的一個簡約配置 然後 我們就介紹了這一隻 多段是可調的 厲害的 什麼呢 補光燈 那這補光燈裡頭有 很多個綠色片 有柔光片 低色溫 高色溫 乾燥劑 千萬不要拿來吃 會出人命 充電線 好 再來一個這個就是熱靴了 這個給單眼用的 這個有個熱靴呢 是給單眼扣子用的 好 那這個 怎麼用 教你 教各位 很簡單的 當你的手機呢 如果說你不用穩定器的時候 你手機還可以再做另外一個用途 就是說 它這個手機補光 OK了 看好 這樣子用 好 這樣用 欸 那 這樣子用 又代表什麼意義呢 代表沒有光可以上 對不對 好 沒有關係 各位看一下喔 重點來了 這個就上去 看好 好 固定 固定 再來呢 我們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怎麼樣去使用這樣的一個裝備 很簡單 把穩定器的三腳架拿起來 搭配一隻三腳架或者再搭配一個延伸桿 那先生你就這樣子就會是另外一個直播平台了 這樣就可以做另外一件事 這就是 手持 補光 都可以 腳架 展開 站起零 好 以上補光 看一下 這可以 一百 一百一百 一百趴 這是充電的電量 充電的電量 好 亮度這樣看一下 好搞定 謝謝大家 謝謝